连日来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急剧恶化 有消息称11月21日新增约43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近三个月来单日新高 医学界人士认为香港的第四波疫情已经到来 且相较预期来得更早 这也体现出香港在外防输入这一环节中做得不够严谨 不太冷 这个病毒这次第四波的很可能是来自尼泊尔 也就是说我们对外防输入做得不够严谨 有些游客外地来到香港的需要隔离的人 是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去到他们要隔离的地方 那在这个路途上 他们已经可以把病毒带进去了社区 还有他们回到家里 他只在隔离的酒店里面 是不是演个遵从了我们隔离呢 这个也没有一个监控 除外防输入外 医学界人士指出 香港在内防扩散层面的工作也有待加强 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消息 此前一名确诊者曾到访湾仔一间跳舞俱乐部 而后该地多日连续爆发群组感染病例 我们知道这一次第四波 有些是因为跳舞的群组 那边听说已经有17个人确诊了 还有一些是叫做stay vacation 就是在酒店里 庆祝生日啦 或者是跟朋友在那儿玩啦 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很多人也没有遵从了这些社交距离啦 戴口罩等等 所以这几个因素呢 都是令到第四波早了发展 疫情反复之下的香港应该如何走出困境 对此 医学界人士认为 香港应该向内地学习全民检测 健康码等抗疫经验 并尽快落实 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稳定疫情 恢复经济民生 我们过去十个月都试了这些 比较像西方的方法 大家看得到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现在来第四波啦 全世界什么地方 做这个防疫看疫做得最好 就是我们的内地嘛 我们就不用去 发明一些新的措施 那我们就抄它啦 它怎么做 它就全民检测 检测以后 隔离 医治 然后其他的人就用健康码 那才可以恢复 这个热厂的生活 经济的活动 民生的活动等等 你不这样做 没有其他办法 11月中旬 一款名为安心出行的移动应用程式 在香港正式上线 旨在帮助香港市民 利用手机记录出行情况 据悉 目前已有超过6000个公司营的场地 有相关二维码 1.8万辆出租车 可使用该应用程式 香港医学界人士表示 就目前情况来看 该应用的市民参与度和配合度仍不高 期待政府出台强力措施 落实好这一抗议举措 因为它属于一个自愿的性质 然后参与的地点也不太多 香港有些人呢 就是学了外国那一套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领驾旅 一切 那就很难让他们自愿的去配合 那怎么克服这个难题呢 政府要强有力的去落色措施 我们既然知道这一个方法是最好 就是内地的这个全民检测 健康嘛 这个方法最好 那就要下大决心 下大力去把它落色 把它做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